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这个人物的感觉 就是他们跟我叫攀子哥 然后我就会在心里面会跟他们照顾 照顾他们 杨阳是一个特别可爱的男孩 我们认识很久了 他最早来湖南宣传《红楼梦》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了 然后我们两个人还一块录过节目 一块拍过戏 这次是特别特别有缘分 而且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每天一块健身 对 他是因为有要裸裸上身的戏 我是因为要演一个壮汉 所以我们每天在片场和收工以后 都会回到宾馆楼下的小健身房里面 然后再刻苦地练习 一个到两个钟头 我们俩算患难兄弟吧 对 我觉得就是很真实的他 很可爱 而且就我觉得 其实他真的需要一个 像内脸和可爱比较含蓄的男孩 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和节目 让大家就更多地去了解他 对 一风在现场睡觉比较多 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确实很累 因为他还要拍别的东西 然后跑来跑去的 然后接下来 我就是他的那个乒乓球培训员 对 他每天就要找我打乒乓球 因为除了我之外 一般也没什么人能打得过他 对 他经常是我的手下败将 糖炎会给我们发好吃的 对 他经常会从网络上 各种国外的一些巧克力 糖 还有什么鱿鱼丝 然后就在现场发给我们吃 11月份 对 11月份会在长沙先办 然后上海第二站 但是我主办是长沙 对 因为我现在已经把自己当长沙人了 没有 先二人世界吧 先两个人开开心心的相处一段 我们两个其实谈了一年 差不多就结婚了 我觉得还有很长时间可以谈恋爱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 我们先结婚 结了婚 然后再继续谈恋爱 对 孩子的事我觉得分期自然 接下来肯定是演戏会稍微多一点 因为这个台里很久没有给我发通告 我也是在这里就是可可 那个恳求一下各位领导制片人能够给我一点工作 我也是因为逼得没有工作才去拍戏的 如果我有很多好节目做我就不去拍戏了 所以大家接下来啊 下半年 那个明年后年都可以约我的档期 只要你有好节目 我一定来 芒果TV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帅老帅的KK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盗墓笔记 支持魏巍 支持潘子 支持KK 芒果TV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帅老帅的KK 潘子是一个特别忠肝义胆 然后可以为三爷和小三爷两肋插刀 然后可以不惜生命的去保护他们 而且没有任何怨言 永远保护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热血汉子 相对最多的就是三爷和小三爷 就是张志尧扮演的三叔和李峰扮演的吴贤 其实没有压力 因为我已经被他们比的不是小前兽了 我本来前两年还是小前兽 然后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像哥哥 然后再加上我扮演的角色也比他们大 我本身也比他们大一些 像我跟羊羊是差八岁 我跟李峰差四岁 所以在戏里的感觉 就会更加像这个人物的感觉 就是他们管我叫潘子哥 然后我就会在戏里面会跟他们照顾 照顾他们 杨阳是一个特别可爱的男孩 我们认识很久了 他最早来湖南宣传《红楼梦》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了 然后我们两个人还一块录过节目 一块拍过戏 这次是特别特别有缘分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每天一块健身 对 他是因为有要裸裸上身的戏 我是因为要演一个壮汉 所以我们每天在片场和收工以后 都会回到宾馆楼下的小健身房里面 然后再刻苦地练习 一个到两个钟头 我们俩算患难兄弟吧 我觉得就是很真实的他 很可爱 而且就我觉得 其实他真的需要一个 像内脸和可爱比较含蓄的男孩 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和节目 让大家更多地去了解他 对 一风在现场睡觉比较多 对 因为他内缘的时候确实很累 因为他还要拍别的东西 然后跑来跑去的 然后接下来 我就是他的那个乒乓球培训员 对 他每天就要找我打乒乓球 因为除了我之外 一般也没什么人能打得过他 他经常是我的手下败将 糖炎会给我们发好吃的 对 他经常会从网络上 各种国外的一些巧克力 糖 还有什么鱿鱼丝 就在现场发给我们吃 11月份 对 11月份会在长沙先办 然后上海第二站 但是我主办是长沙 对 因为我现在已经把自己当长沙人了 没有 先二人世界吧 先两个人开开心心的相处一段 我们两个其实谈了一年 差不多就结婚了 我觉得还有很长时间可以谈恋爱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先结婚 结了婚 然后再继续谈恋爱 对 孩子的事我觉得顺其自然 接下来肯定是演戏会稍微多一点 因为这个台里很久没有给我发通告 我也是在这里就可 那个恳求一下各位领导支撑人能够给我一点工作 我也是因为逼得没有工作才去拍戏的 如果我有很多好节目做我就不去拍戏了 所以大家接下来啊 下半年那个明年后年都可以约我的档期 只要你有好节目我一定来 芒果TV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帅老帅的KK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盗墓笔记 支持魏巍 支持潘子 支持KK